Io饮食指导专班至今已开办共37个梯次 Io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纪录本 包含餐食、饮水量、排便与运动等 经长久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 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每次我们看新闻都是哪一位艺人 离癌过世好可惜 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12年的研究 已经办过非常多 才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癌友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离癌的人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藏果太瘦的学员 体重上来了 再来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我们很多人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 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并照顾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 这个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了 自我饮食管理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 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 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啊 疼痛或是这些 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 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 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 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 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 癌别种类有30种 好那但是统计下来 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啊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 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30几岁年轻乳癌 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 患者的情况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 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 其实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真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 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了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 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 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哦 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领发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事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的是癌王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他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 努力去做一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的不对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海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五穀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饰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气度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 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拾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 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适量我们会教他黄金密码 为设计好他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要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植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 密度通过拉上来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更是关键 记者问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